大家好,我先给大家刚刚新来的观众 我先说一下我们线上直播的访谈规则 第一,请大家保持静音,请把webcam和microphone都关上 因为这个访谈我们是有录下来的 第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TaoKate 或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请把全部的留言和问题都发到Zoom的 chat box里面 然后我会把它读出来 第三,请在那个 chat box里面使用得体的语言 就是让我们大家互相尊重 是有不得体过? 也没有啊,就是你知道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信息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TaoKate Talks 大家好 TaoKate Talks的发起是为了宣扬马来西亚各行各业的小型企业 还有他们的故事 然后让这些小型企业家来分享他们创业的初衷 还有这段创业旅程背后的一些故事 一些酸甜苦辣哦 然后我的名字是叫Candy 这次的TaoKate Talks访谈是由RISE所主办的 然后RISE的宗旨是为马来西亚年轻人提供创业技能和知识 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创业创造自己的未来 然后RISE是由City Foundation所提出的 然后我们常常其实都听到创业故事 都是在宣扬一些具有高科技啊 或者财力很雄大的大型企业 我们一直听到这些企业的故事 可是我们在RISE都相信 创业精神不只限于这一些大型企业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一直在在RISE一直在努力耕耘 然后在为RISE经济付出的小型企业 就好像OneTar本身这样子 好像你们在你们的附近的咖啡店啊 补气中心啊 理发店啊 这些小型企业 他们都其实一直在为RISE经济付出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一直在坚持 而且一直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一些本地 企业家的故事 所以很高兴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Talkate Talk 所以我现在就想要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 就是我们今晚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访谈流程呢 其实就会有 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很短的介绍 然后我们就是介绍One还有他的生意 还有他是做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们会有他的创业分享 就是我们RISE里也准备了几点简单的问题 来一起去探索One他的创业 就是他创业的经历咯 然后过后呢我们就会去到问答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让你们这些观众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在那个group chat里面 我们就会一一的去提出来 然后问One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很短的课程介绍 就是我们RISE里主办的一个RISE online课程 嗯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 呃第一个环节就是介绍One还有One 10mate 哈啰欢迎 哈啰大家好 所以接下来是我讲的 是 哈啰大家好 我是One 来自One 10mate 我是创办人 然后 呃 刚进来 有刚进来的朋友吧 刚进来的朋友 因为我嘴巴Ellergy有点肿 所以我就戴口罩 好 不要吓到 OK One 10mate 这个品牌呢 它是 以布衣手作为主的一个品牌 然后 就是什么叫布衣 就是用major 就是主要是以布料来做生产的材料 然后 制作出各种各类的手作品 像包包啊 娃娃啊 或者甚至一些家庭用品 围裙啊 或者是希望以后可以拓展到更多的领域 包括服装 也希望可以涉略到 你可以简单介绍上 如果有人有兴趣想看有什么产品的话 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我其实可以到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slide 有的名字 你们可以从那里看 看你喜欢的product 如果你想要订做的话 可以PM我 然后我就会为你服务了 所以想想想叫你就是可能解释多一下 你的产品都是preorder的吗 就是两次订做 还是你是都有已经有现货了 我有现货 那我现货很限量 就是限量的现货 因为我现在开要实体店嘛 所以店里一定要放一些货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计卖的点 所以那些地方都会有我的现货 除此之外我会做preorder比较多 订做的部分 所以比较多 对 嗯 ok 然后如果想要去参观你的 你知道 你的店的朋友 你可以改参在那里吗 因为他们可能跟我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Johol 巴都巴哈 哦 ok 所以是自己自己租了一个 自己租了一个 一个店面出来 来做studio 是吗 呀对 就是 主了一间很小间的店铺 这样也当成我的studio 也是实体店 就是顾客可以进来选择 亲手选择自己喜欢的布料跟款式 然后也可以触摸到我的一些现货的quality 这样子 嗯 那呃 你说 你是创业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是这Wan San Mate 我这Wan San Mate是2014年的时候 开始的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 我 我在中学毕业过后就是念服装设计语行消息嘛 然后毕业过后就 就有留了很多很多没有 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用到布料 然后那些布料 就在2014年的时候 被我再翻出来整理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也 我也有一个机缘巧合 碰到 第一个口径包的手 那个材料包 对 口径包的材料包 然后我就跟口径包结缘了 然后后来我就用这些 我之前念书买剩下的布料来 增加一点设计啊 画我自己的版啊 然后就是做出新的口径包 就是有了第一个系列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就很support咯 他们就 就这样 一直订 订然后卖 然后我就开始创立我的品牌了 然后那时候就有万千美咯 对 哦 所以 所以是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 诶 诶 其实有什么东西 即发到你去创业 就是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 诶 其实这也可以是一门生意 我其实也可以赚钱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要这么多的 我只是觉得手做很好玩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做手工 然后我很喜欢缝缝补补补 所以我就对布衣这个东西 车车缝缝的东西很有情感 然后我一开始 其实一开始所谓的创业啊 就是设立品牌的启蒙是我的爸爸啦 他就是很鼓励我们创业啊 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才会去想要创业 这样 然后 又发现了 诶 原来这样子一个 一个手做的东西 会得到身边的朋友这么喜欢诶 不如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当做是 我的 我的 product line 这样子 哦 ok 所以你爸爸是怎么样子去 你知道鼓励你还是 你爸爸是你的启蒙是吗 所以就是 他 就是你跟我们讲的那个故事 就是他怎样子去 鼓励你 他每次就会跟我讲自己去创业 自己出去做 也不是创业啊 就是自己出去外边做 找东西做 然后 然后就慢慢 而且我爸爸自己也是 就是 呃 他有一门生意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 而且他的生意是 仿制业呢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仿制业 家庭里面长大 然后 所以我才会有这种 而如木然 对增线活有一点 经验这样子的 那个过程 嗯 所以你 呃 爸爸也自己就是开一个 小小店的就是这种 是吗 呃 不算 他是 production line 哦 生产线 对 哦 ok 我明白 哦 这样 所以其实你从小就已经 接触很多这种 就是手工的 手工的这些 这些 小小的手艺 这样子哦 嗯 对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做手工哦 然后我的朋友都会 收到我做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亲手做一些礼物送人 小兴趣 哈哈哈 可是这样也很好 我觉得就是 用手做的东西 那意义都会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嗯 是 所以你 嗯 所以 呃 我也知道其实你 呃 在你的这个 这门神秘里面啦 你也有想要提倡 呃 环保的概念是吗 嗯 想知道 想知道像你 到底为什么会觉得 呃 呃 为什么觉得我想要就是在我的神秘里面去做一些回收布料啊 然后再提倡环保 嗯 呃 呃 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服装业打滚嘛 嗯 然后就是在新加坡当过服装摄影师啊 在电视台当过服装助理这样子 我都看到很多在就是服装界里面的一些浪费啊 或者是一些嗯 不太好的行的的的的的那个叫什么 外面的看不到我可是内界人会懂的事情 嗯 内幕内幕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很浪费耶 然后 这些东西 小小的东西 可以拿来做一些什么 然后 然后 其实 嗯 我 我一开始 原本 原本就是想要就是 觉得这个环境应该要被保护 其实我有这样的理念是因为我 我 曾经继续了一个剧团啊 他们 他们也是有在推崇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我很继续他们 所以我就会被影响 就会增加这个意识就是尽量让身边大家以为的呃 减少垃圾减少浪费这样子 嗯 然后 呀 我就是 然后后来就是呃 就2019年的时候我才会我才有正式的就是推出我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嘛 就是减少浪费减少丢弃 把大家以为的垃圾变成另外一个形式继续活下去了 继续有新的生命新的意义 然后 才才觉得哦 我可以收集大家不要的布料 反正就是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也是用我自己剩下的布料来做我的系列嘛 然后我就继续延续这个一开始的理念 然后把它扩大 把它更好的定义 然后宣传出去这样子 嗯 嗯 这样其实你呃 呃 用这些剩下的布料还是用这些就是呃 呃 在环保一些一些一些 呃 就是materials啊 这样 会不会开始遇到呃 呃 顾客啊 还是有就是跟你买的 跟你买的朋友 亲戚啊 都会觉得欸 为什么不要买新的布料 你会不会有遇到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一些意见 这样子一些 你知道 我暂时没有欸 因为通常会喜欢我的东西的人 都知道我有这样子的 我的我是一个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他们也很support 所以他们才会 为他们 为我做的手作品增加多一个意义 在就是保护环境这一块 嗯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做的东西 他不是在伤害这个这个环境的 他 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帮助这环境太多 但是至少不会伤害的 就是再继续增加地球的伤害这样子 对对对 嗯 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这种呃 就是时尚品牌都在很快的用很多布料 用着很多很多的地球的资源啦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讲是 是很很大很敬佩的 哈哈哈 大家都可以说到而已 只是看要不要而已 嗯 所以这样想问一下 呃 我们跳回去说你的就是创业那个路程啊 所以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你有面临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啊 嗯 开始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业的人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顾客从哪里来 哈哈哈 谁来买我的东西啊 哈哈哈 可是我 我 我之前就是 嗯 因为我之前都是 像我之前讲的 我之前卖的东西都是你身边的朋友 家人 在支持 然后如果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有一天我的老公就问我 你的朋友会用到什么时候 哦 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 后来 后来呀 然后我就 参加了很多的市集 去曝光我自己的品牌 然后去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这样子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网站哦 这样网上的平台一定要maintain 然后一直曝光 让大家知道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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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创业都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这样 嗯 像你能不能好像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你的客户群是一个 是是是是怎样子 是是从你知道哪里来啊 他们是年轻啊 还是比较算是成熟的那一 那一群人啊 到底他们是有怎样 就是他们你的客户群是什么人 嗯 很多 比较多的都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哈哈 看不出你的年龄了 哈哈哈哈 大概 20以上 40以下左右啦 大概就是这个年龄层 嗯 比较多的啦 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喜欢手作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喜欢漫步调生活的人 我觉得啦 我也不知道他们生活漫步调嘛 但是感觉上是 就是会比较去细细品尝 你做的每一个作品 然后会知道它背后的意义 嗯 我觉得你很好 你把这两个就是这两个主题 都把它关联起来 就是手作一些套 就是会有一些就是 会享受生活 会去你知道会去欣赏一些 细节的人去欣赏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 很很很就是很合理很mix sense 很像你讲说 嗯嗯 除了去市集啊去曝光 还有做上网一些就是一些宣传以外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呃就是还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吗 还有你这样去克服 哦 其实我讲到市集 就是我一开始去摆台的时候啊 就是还很不知道自己的品牌 到底是什么定位的时候 你就去摆台就会超无助的 就是摆一堆我做的东西摆出来就是了啦 然后你就会去 在那个市集里面 通常市集就是两天三天 在这两三天里面 其实就可以看别人怎么做 这是我让自己进步的方法之一 就看别人怎么做 呃不可以讲说 呃可能可以讲说是copy 但是我会feel的啦 就是我会去看人家卖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怎么摆 然后再再让自己去反思我想要的东西 跟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我要怎样变成是属于我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需要很多思考跟经验的过程 因为到现在其实我也还有时候还会怀疑自己的方向 但是呃该坚持的地方就要坚持哦 就像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就要拿一个中指 来让我去坚持这个 这一块在做的东西 这样子 嗯 所以你谈到就是想要知道自己的品牌 在就是呃 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是说其实不是一天一个礼拜可以学到的东西是吗 嗯 就是现在你还在 你是现在也还在探索的是吗 对啊 虽然已经就是 嗯 虽然就已经差不多了啦 但是你一直一直都会在 我觉得有怀疑自己的品牌 有怀疑自己的商品 是好事来的 因为你会一直去反省 会去变得更好 就是会进步啦 很像我现在在做的东西 可能有一天我会觉得哦我已经到瓶颈了 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东西好像不太对 我就会去进修啊 或者是去input一些新的想法 来让这个品牌可以继续的变大扩展 往前走更远 这样子哦 嗯 所以你 哈哈哈 所以 你是会 这样 你如果 你觉得身为一个企业家 你觉得最应该有这样子的精神 还是应该有这样子的mindset 因为你提到你有这样子的 你有提到你有这样子一直不断学习嘛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就是 做一个企业家就是一直在学习 还有什么其他的精神啊 还是有什么其他应该做的事情啊 哇 这个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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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觉得在在你创业就是我不能讲我是什么企业家啦 我只是刚好他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就是在你做创业这一块的时候啊 必须要让你自己在做你喜欢跟你热忱的东西 因为在创业的路上会有很多怀疑质疑 还有很多困难啊问题啊 这些种种的东西都会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打垮你 可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东西的话你就会觉得 哎这些东西我必须要解决的 我不可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放弃我很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热忱跟你在做你喜欢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你才会坚持继续往前走这样 嗯 哇非常有激励的一段话 就是不管你是创业还是打工都是一样的 嗯 这样就既然你讲到要勇敢的去面对挑战还有一些问题嘛 这样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已经被影响 所以想问一下你在MCO期间的时候有没有 你的生意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然后你怎样子去解决如果有的话 嗯 嗯 其实我的 因为我的东西一开始就是在网络上嘛 所以MCO这东西其实它对我的影响没有很大啦 可是有影响的 嗯 就像四集没得办 那我们这种手作只能靠四集去曝光的时候 就会很多机会都被取消了 再来就是很多商店都没有开 就算是我们在家里有在生产的话 材料不够也买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遇到的困难了 但是在销售方面的话其实就还好 因为我的平台原本一开始都是在网上的嘛 所以网络也没有被影响的太多 嗯 这样MCO过后现在呃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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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济慢慢在恢复当中 你会不会看到有好转呃生意上来讲话 嗯 嗯好转 嗯 会耶 会耶 其实我觉得我的好转可能跟经济有关系 但可能也跟作品有关系 我觉得MCO这个这个期间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对不起大家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 可是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在家里好好地沉淀 然后思考 然后整理思绪 让要怎样创作新的产品 怎样 嗯 让我的品牌更稳定 更 简单 更 清楚 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思考的 时段 的过程 然后 我也因为 这样一个机会 创造了一些新的 有创意的东西 让大家看到 让你们看到我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是我一个契机啦 然后 因为 MCO我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让很多人看到 过后 MCO结束 也没有结束啊 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经济复属了 其实 也是有帮到我一点的 就是我的收入 我的生意有变好 变稳定 这样子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要讲是 完全是经济的 也 也不是100% 可能如果 也要看你的商品 有没有吸引到人的地上 嗯 有没有那些人 愿不愿意消费在你的商品 嗯 对 这样 以你这样子 以你就是有创了都有几年了吧 哈哈哈 以你现在的这些经验啦 你这样子看的话 你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啊 现在的马来西亚年轻人 应不应该自己出来创业 为什么呢 欸 其实这个年轻人的定义喔 很难讲欸 因为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不可以拿年龄IBL了 年龄已经不可以衡量 年轻人这三个字了 我觉得是要看经历啊 经历跟思想 然后 如果你是刚毕业 要踏入社会的朋友 呃 我 我自己个人觉得 先不要创业 先去打工吧 就是我觉得打工是人生必经之路来的 你在打工的过程里面 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 你也会在打工的过程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是学到可能 工作上需要用到的技术 方面之外 还有一些带人处事啊 平台经营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打工里面学到 所以我觉得 呃 刚出 刚出 踏入社会的朋友们 先不要 冲动 先知道自己要什么先 因为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的时候 嗯 你真正想要创业 你就会 走得很踏实 你就会 很坚持的 往前走 你就不会要回去那个 打工的日子 你这样讲不好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就 我觉得也对啦 大家要认清自己 到底是讲你的个性 是不是适合创业 因为 对啊 也是有 就是不同个性 不同想要的生活目标 对 我觉得你也讲的对了 嗯 像你觉得 呃 如果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听着你说话啦 他们心里很想创业 他们就要准备好了 你觉得你有什么 你知道 就是 你有什么 呵呵 什么精密分享 可以分享给他们听吗 所以他们就不会走错太多路 还是走太多愿望路 那我觉得走错路是好事耶 去走错路吧 呵呵呵 没有了 存款要够 存款要够 这个很重要 你的资本要够 就算是 小资本也好啦 总是要有一点储备金 嗯 虽然讲很现实啦 可是 对啊 一定要 不然没有保障嘛 但是 你有 你有资本 你有储备金 你就会 比较勇敢一点 就是 去做吧 去错 去做 你就会走回正路了 哇 去错去做啊 哈哈哈哈 哎呀 都是要 经历过才会懂的嘛 没有经历过你那一种 自己可不可以 handle 或者是 呃 自己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会怎样解决 我觉得 经历 是 好的啦 嗯 不过不要太错啦 不要 不要违法的那种啦 哈哈 太错 哈哈哈 很怕解决 也对啦 哈哈哈 也对啦 也对啦 Sophia也说 这是 good advice 哈哈哈 要看到彩虹 要经历 要经历 要经历风雨 哈哈哈 嗯 这样 OK 好 那就是我有问题啦 现在我只要问一下 就是 呃 之前观众有 有发进来一些问题 所以 有一题的是 呃 就有人问到 在提倡 环保概念的同时 你是怎么控制你产品的价格 还有你产品呢 就是质量 就你的quality啦 呃 价格的话齁 价格 价格我觉得 我 以我的方法就是 良心价 就好了 不要贪心 那我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情 我去 我去新加坡摆摊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第一次去嘛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 新币耶 成三耶 我不是要大赚一笔回家吗 然后我就把价钱抬的比马来西亚高一点 结果 那半天都没有生意耶 就是 就真的很没有生意的那种 你看得出 顾客是很喜欢 但是因为觉得太贵了 我就没有买 嗯 然后我下半天我就把价钱调回 我在马来西亚的普通价钱 以兑换率 你换过去的收卖啦 嗯 然后卖得很好 大家都可以接收 你知道吗 就是 从这一次我学到不要贪心 你赚 你的价钱 你的 赚的 那个 保险 够就好了 不要太over 你知道 顾客不是笨蛋 这个是我学会了 跟大家分享 然后 quality 的话 呃 因为我的布料都是从外面回收回来的嘛 嗯 所以我会QC过 每一件布料 就是我在收回来的过后 我会整理 整理的时候 我就会QC每件 每件布料 他们的品质好不好 嗯 如果太差的我都不会用 所以 我会保留的都是一些我觉得Quality好的东西 嗯 然后 如果你说要问财检 为什么 要怎样确保它的Quality 当然就是经验咯 就是 你越做 就会越熟悉 要怎样调整 让它变得更好 嗯 我觉得一切都是靠良心 哈哈哈 凭着良心做生意 哈哈哈 就不会错 对 嗯 嗯 所以我们有一位观众 啊 June Wyn 嗯 他就写 谢谢婉莉 然后为何会以微笑睫毛 作为 品牌的标志 哈哈哈 这有故事的耶 可能你们要花多10分钟听我讲话 可以 我们很愿意 哈哈哈 我很愿意啊 我很愿意啊 我很怕反送啊 哈哈哈 因为我 嗯 2017年 刚从新加坡辞职回来马来西亚 for good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万千妹已经有 已经被创立了 只是被我割着 因为我14年创立了过后 我就又回到新加坡做工 然后17年我带回来万千妹 这样子 然后我再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觉得 嗯 我应该要好好做一些回馈社会 保护环境的事情 然后我就有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 呃 就是 把我的生意扩展成 制作娃娃 这一个部分 我希望 可以吸引到 爸爸妈妈 把小孩穿不下的衣服 给我 做成 玩偶 然后用这个熟悉的味道 这个 充满记忆的东西 陪伴小孩长大的过程 然后又可以 环保 减少垃圾嘛 减少丢弃嘛 然后又有 保存 纪念的一个 意义 对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 慢慢慢慢的演变成 制作 人像 娃娃 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做 人偶 人偶 用 顾客 想要做的 照片的 造型 配合我的设计 去做 这个 人偶 然后 在 变成这个的时候 有一个顾客 跟我要求说 她 想要 一个长睫毛的 女孩 然后要长手 长脚的 玩偶 这样子 用她的 衣服来做 ok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长睫毛 长手长脚的 玩偶给她 然后我就觉得 好 这个长睫毛好可爱哦 就是 在这顾客的 心里 她想要这个 长睫毛的 原因是因为 她本身没有 她希望把这个 梦想寄托在 像她的玩偶身上 对 然后 就有了一个 长睫毛的玩偶 出现哦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哇 这是我一开始 2017年 刚回来的时候 对我来讲 意义很 很重大的 第一个单子 第一个接的单子 所以我就决定 把这个长睫毛 沿用下去 我每一个产品 然后 这个长睫毛 一来可以为我 就是提醒 莫忘初衷这件事情 之外 我也希望她可以 给顾客 有一种 可以想象的空间 有些顾客会觉得 这是睡觉的眼睛 人家会觉得 为什么她只有一边的眼睛 就是 就会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眼睛 只有一个 或者是为什么她在睡 为什么她哭 这样之内的 很多问题 可是 都是给顾客去想象 去解释 这个长睫毛的意义 但是这长睫毛的意义 对我来讲就是 就是 享受生活 不管是好是坏 全部都是 眯着眼睛 望着天空的享受 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哇 原来这故事背后这么多 包含了你这么多 那个意义 所以这个单子 是你真的第一份单子 是吗 嗯 我2017年回来的时候 的第一份单子 嗯 那时候 是朋友是吗 是朋友 嗯 就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其实还很茫然了 因为 持去新加坡的工作 三倍耶 谁不要 嗯 回来就是要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嗯 希望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以 为自己带来一点收入 或者是 让他成长 然后 在很忙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道曙光 对我来讲 意义很重大一下 对 嗯 我听到我自己都 你知道我心动 想创业 欸 创吧 哈哈哈哈 可是我不够存款啊 所以没关系 哈哈 先打工先打工 没关系 嗯 OK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 嗯 我我我都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你知道就是很多创业故事 可是 你的就是 比较特别性 因为 你会 你会就是 劝我们的听众觉得 哦 够就好 不要贪心 我们就你知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你知道要享受生活啊 你知道 这种就是 一个很很 反现在的 现在这种很 快速的这个世界的那个 这个观念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 因为 也也会有像你这样子的人 就是欣赏这种 很 细腻的这种手作作品 然后也自己想要创业 然后会觉得 欸 我是不是适合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听到你这个故事啊 嗯 我觉得会就是 激发了他们 哈哈哈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 生活还是自己的 你还是要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然后才去走怎样的路 不要去羡慕别人 然后就走别人的路 那样的话辛苦了 会是自己而已 嗯 嗯 对 对 非常好 感谢 1 以上的分享 嗯 sorry 我们已经超出了10分钟 可是我相信观众 观众 都应该不会 都不会 怎么办啊 因为觉得都觉得很 都都 我觉得你的故事都真的是让人觉得 哦 你知道 就是还有这种很追逐梦想啊 很坚信自己的 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生活概念的人 一直都在默默的 在付出 在努力的 所以我也很感谢你的分享 嗯 然后我希望大家 嗯 我希望大家都 今天会从 1的一些 故事啊 还有一些 记忆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还有鼓励 然后可以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 还有自己去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接下来是有打算想要自己创业 呃 或者只要了解更多一些 呃 这一方面的 资讯的话 我们都会鼓励你来参加Rise Online 就是Rise Online 是我们线上一个创业培训课程 而是免费的 我们就是呃 开放给任何 任何的马来西亚人 任何想要上去学习一些更多 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的人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所以即使你 你对创业或做生意没有兴趣的话 呃 我们也会鼓励你来参加这个课程 因为 其实 这个课程可以带 为你带来 呃 一些 呃 技能 其实你很多东西你在打工也会学习到 其实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也会学下很多打工的一些 一些技能的 所以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嗯 所以你们可以看下面那个link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的token呢 是来自于Burrgirls的Maryam跟Alif 嗯 你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啊 YouTube 或者IgTV看到我们的访谈 这个访谈不是live的 它是我们已经到的 他们的现场去录制他们的访谈的 然后他们是一对呃 呃 他们是开呃 呃 一个Burrgirls 一个standard 呃 一个小贩咯 嗯 嗯 然后呃 我们会在六点的时候就post到我们的社交网站上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 来看看一下 然后最后如果你想关注 呃 继续关注Rise的话 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各大社交媒体follow我们 就是这是我们有 我们有Ig 我们有Facebook 我们有LinkedIn 也有YouTube 所以 所以你们就可以来关注我们 如果你们想要 继续继续来听我们的Tauke Talk的话 嗯 所以我们在下个星期的Tauke Talk再见吧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Wan хотел monday 是